洛杉矶的游民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特别安排专员会见洛杉矶的市长贾锡提 并且巡视游民区 目的就照会整资料给美国总统川普方便来制定出解决悲剧的计划 然而面对总统川普委派代表实际走访游民区的善意与具体行动 洛杉矶市市长贾锡提与加州州长纽森两人却不以为意 甚至还分别透过办公室发表声明要求川普如果真的有新支持 应该重视这场人道危机更胜于政治上的考量 直接具体列出可以立即采取的措施 例如取消食物券计划的经费裁册或为低收入户提供更多医疗服务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